9月18日,国新办发表中国军队参加联合国维和行动30年白皮书 介绍和解读白皮书有关情况并答记者问 国防部维和事务中心主任罗维少将在解读白皮书时表示 中国军队是联合国维和行动的关键力量 中国维和部队在推进和平解决争端,维护地区安全稳定 促进当事国经济社会发展等诸多方面都做出了重要贡献 30年来,中国军队累计派出官兵是4万多人次 参加了25项联合国维和行动 有16名官兵献出了宝贵的生命 30年来,中国军队先后与90多个国家 10多个国际和地区组织开展了合作与交流 5年来,我们组建完成8000人规模的维和带命部队 先后派出25批7000多人次的支援保障力量 为60多个国家培训维和人员2800多人 这其中包括1000多名维和警务人员 还包括300多名扫雷人员 我们派出由4架直升机组成的首支维和直升机分队 对非盟提供1亿美元的无偿军事援助 并且正在积极的落实之中 设立中国联合国和平与发展基金 已经安排了23个项目1000多万美元 用于支持联合国维和行动 目前我们有2521名维和官兵 在8个维和特派团和联合国总部执行维和任务 白皮书指出 中国维和部队承担监督停火 稳定局势 保护平民 安全护卫 支援保障 播撒希望等多样化任务和使命 其中播撒希望这一点 也是中国维和部队的鲜明特色 中国维和部队在联合国维和行动的总体框架下 加强与各类国际组织和人道主义机构的协调合作 积极参与驻在国战后重建 民生改善和社会发展工作 你比如说 在苏丹达尔富尔地区 水资源是极度匮乏的 那么争夺水源呢 往往就成为很多武装冲突的诱因 中国赴苏丹达尔富尔维和工兵分队 自2007年到达任务区以后 在完成为联合国维和特派团打井任务的同时 还想方设法为当地的村落 找水打井 缓解人畜的饮水困难 从2007年到2013年 中国军队连续向苏丹达尔富尔地区 派出了七批专业的挤水力量 先后为当地打井十四口 有效缓解了当地民众的饮水难题 据了解 中国军队参加联合国维和行动 三十年白皮书 以中英 法俄 德西 阿日等八个语种发表 由人民出版社 外文出版社分别出版 在全国新华书店发行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